好,来我们看这一题,这一题呢,它说我们有一个Cone 然后那个Cone呢,它是一个Cylinder Cylinder,OK,圆柱体 然后它Volume呢,是540cmQ 然后它说它有一个Cone,从这边拿出来 然后,OK 它说这个是一个Right Cone is removed from the Cylinder OK,然后那个Cone的高度是Half of the Cylinder Calculate the Volume of the Remaining Solid OK,好,来,就是说在这一边的时候呢,这一题它很夸张 它整体都没有给任何一个数目 它只给了一个数目,就是它的Volume整体是540cm OK,然后它说这一边它整个 整个是H的话呢,那这个是它的一半 OK,所以我们知道它一半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知道整个是540cm 然后下面的这一个,OK Volume的Volume呢,Volume for一半呢,会是540cm除2 等于270,OK 然后我的这一个Cone呢,OK Cone呢,我们知道如果我的Radius一样 然后我的Half一样的情况之下呢 那么我的Volume of Cone呢,会是1 3分之1 OK,记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我的那个Cone的Volume 是Cylinder的Volume的1 3分之1 假设我这个Cone跟这个Cylinder 它的Radius一样,Half一样的情况之下 我的Volume of Cone 会是1 3分之1 Volume of Cylinder 所以它会变成1 3分之1乘以270 然后它就变成90cm So,就是说它拿掉的这一部分呢,是90 然后,所以现在要的是Volume of remaining的话呢 就是原本的540,减掉90 所以我拿到的是450cm 所以这就是我的答案 OK 所以这一题呢,其实它需要你算的东西不多 OK 你只要懂它的那个概念 OK 你很清楚它的概念的情况之下 你只是做一点点的计算 然后你就拿到它的答案